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来继续播讲近代苏俄的璀璨群星 我们之前在讲红色苏维埃的时候讲到过他有一个刚开始倚重的相当于是外籍军团 就是拉脱维亚军团帮助红色苏维埃稳定的局势 那么同样在白卫军这边也是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外籍军团 在帮助白卫军这边和红色苏维埃政权作战 这个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也简称为捷克军团 像我第一次对捷克军团这个名字有所印象 是在之前我们中国曾经非常流行的一部技术红色苏维埃战斗英雄夏宝阳 也出真实的名字是恰伯耶夫 技术夏宝阳他的传记电影夏宝阳这部电影里边 包括有兴趣的朋友小时候可能还看过夏宝阳的小时书 那么在那个里边有一个情节 就是夏宝阳和他的警员坐着一个三批马拉的这个简易的马车 上面架着马克钦机关枪 那么他在向前线移动的路途上 看见一批红军的将士衣衫蓝绿的在往后撤 那么夏宝阳当时在马车上就高声的贺喊 说同志们你们是在往哪里去 怎么不向前线走 那么愧退下落的红军官兵当时就说我们被捷克人给打垮了 捷克人比较厉害 那么夏宝阳当时转头就说你们跟着我向前冲 我是夏宝阳 紧接着夏宝阳就驾驶着他这个装载着马克钦机关枪的马车 就像旋风一样带着重新集结起来的红军士兵向着捷克军团杀过去的 在这个情节里边我们看到了捷克军团在早期维护索色苏维埃的战斗中 他是红军的一个主要对手 夏宝阳这部电影里包括他的这个故事里边多次提到过捷克军团 而且捷克军团给红军带来的威胁很大 这是我对捷克军团最初的一个了解 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外籍军团怎么会出现在苏维的内战中 那么他的起源以及他最后的结局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捷克斯洛伐克 那么现在是分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 那么在欧洲的这些国家里边 捷克斯洛伐克一直是作为一个不大不小的国家 在我们中国人的认知里 但实际上捷克斯洛伐克这个两个民族 他们在寻求自己独立的过程中是非常英勇善战 可以说他们的独立作为一个国家的独立 是靠他们自己生生在世界上打出来的名声 而这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就是捷克军团在苏俄内战中的表现 这为后来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产生最初一个深远的影响 我们一说起捷克熟知的是他的军火工业 但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在屡次的战争中 他的民众的战斗力和反抗精神还是很强烈的 我们之前在讲德国的时候说到刺杀海恩里希 这个行动就是由捷克流亡在海外的人员 那么组成特遣队回到捷克实施 那么这些捷克刺杀海恩里希的行动小组成员 最终全部都战死 没有头衔 这个之前拍的一部电影里边充分的反映了这一点 所以说捷克斯洛伐克人 他们还是很应用的 那么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地域 大约是七世纪开始 就是西斯拉夫人的家园 公元950年 神圣罗马皇帝奥托一世 也就是奥托大帝 打败了捷克人的波西米亚王国 从此 波西米亚就成为了神圣罗马帝国的附庸 那么随着帝国中央力量的衰弱 波西米亚王国实际上就是帝国框架下的一个独立的国家 从十世纪起 今天的斯洛伐克土地 就成为了匈牙利王国的一部 1356年到1357年 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四世 在纽伦堡召开了帝国议会 颁布了黄金诏书 明确确定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政体 和皇帝选举规则 设立了七个选帝侯 而波西米亚国王就是七大选帝侯之一 所以捷克斯洛伐克在欧洲历史里边 是渊源悠久的 1926年 阿斯曼帝国入侵匈牙利 在第一次摩哈赤战役中 大败了匈牙利军队 匈牙利国王 拉埃什二世战败身死 因为他没有子嗣 所以按照之前的安排 他的姐夫 神圣罗马皇帝斐迪南一世 也就是后来奥匈帝国的 哈布斯堡家族 入主了匈牙利和波西米亚 从此 一直到1918年10月28日 捷克斯洛伐克的土地 一直是由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统治 那么在历史上呢 捷克斯洛伐克多次发生过 反对神圣罗马皇帝和奥地利 哈布斯堡家族的斗争 寻求自己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独立 其中比较著名的是15世纪上半叶 捷克英雄 杨杰士卡领导的胡斯奇 胡斯奇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读一下 这个15世纪的欧洲史 胡斯奇里边 涌现出不少非常杰出的军事领导人 那么1618年 波西米亚人反抗哈布斯堡家族的 布拉格 制出窗外事件 甚至成为了30年战争的导火组 所以杰克人的独立运动 在欧洲的历史里边 是如火如火的 记下了很多重要的反抗运动事件 但这些反抗都被哈布斯堡家族 给残酷的镇压了下去 到了19世纪上半叶 和欧洲其他民族一样 结果斯洛伐克兴起了民族主义 1848年全欧的革命浪潮中 杰克人和斯洛伐克人 接干而起 反抗哈布斯堡统治 但再次被镇压下去 那个时候 而欧洲的很多 被奥匈帝国统治的国家 都有着如火如荼的民族运动 我们在 五六十年代流行的 一本世界文学著作 牛蒙 就是讲述的是 意大利在这个期间 进行的民族独立运动 那么 回来接着说杰克 那么在反抗哈布斯堡统治的反抗运动 被再次镇压下去之后 19世纪末 杰克斯洛伐克民族主义 在文学艺术思想层面风起运用 诞生了几位 杰出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领袖 这些人分别担任了后来 杰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 第二任总统 那么在这些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的指导下 当时杰克斯洛伐克寻求民族解放 这个运动就有一个宗旨 就是 奥匈帝国必须在 伊斯斯世界大战战败 战败了 他的统治就会被削弱 被削弱了 杰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就可以脱离奥匈帝国独立 因此在当时领导独立运动的这些 杰克斯洛伐克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指导下 杰克人开始踊跃的加入伊斯斯世界大战 和奥匈帝国和德国作战 同时 他们流亡海外 组成了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组织 其中就包括杰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 而这个民族委员会 在1915年11月18日 向奥匈帝国宣战 那么有了政治纲领 有了政治方向 杰克斯洛伐克人在海外 就踊跃的参加了 反抗同盟国军队的协约国军队 而领导杰克斯洛伐克民族解放运动的 这个民族委员会 就将海外国家中的 杰克斯洛伐克的侨民组织起来 建立武装力量 为协约国效力 在法军和义军中 都有所谓的杰克斯洛伐克军团 但发挥作用最大 对杰克斯洛伐克独立 建国贡献最大的 还是要说苏俄的杰克斯洛伐克军团 虽然杰克军团在红色苏埃这边认为是反乌产级专政的邪恶军队 但是从杰克斯洛伐克的观点 在苏俄内战中的杰克斯洛伐克军团是伟大的杰克斯洛伐克人在战斗 他们为杰克斯洛伐克的民族解放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到了1914年的时候 大约有7万杰克斯洛伐克侨民生活在俄罗斯境内 大多聚集在乌克兰的西部 早在1914年8月4日 也就是一战爆发一周之后 杰克斯洛伐克侨民就向沙皇政府申请 组建一支杰克斯洛伐克的志愿者部队 并且得到了同意 那么第一个杰克营就在8月14日 1914年8月14日在基辅军区正式成立 部队大概有700名志愿者 其中包括几个军官 那么军官中有一个叫切切克的 后来成为杰克斯洛伐克军团重要的指挥官之一 9月28日 杰克营在基辅正式对自己的新军旗宣誓 在这个新军旗上 上面标注了四个 杰克斯洛伐克人在欧洲历史上曾经生活 并且繁衍过的主要区域 也就是这个军旗就表明了 杰克这支武装力量 他们的终极目标 就是要使得杰克斯洛伐克人 能够有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领土 1014年10月 杰克营投入战斗 隶属于俄军第三集团军 这些杰克士兵呢 执行了一些特殊任务 比如侦察 审讯俘虏和颠覆敌军 针对的是奥匈帝国军团中的杰克斯洛伐克的这些部队 1116年8月起 这个营还在罗马尼亚前线作战 杰克斯洛伐克士兵为俄国军队作战 实际上是很大风险 因为一旦被俘奥匈帝国 绝对不会以战俘待遇来对待他们 而是被定义为叛国者进行处死 因此在这种恶劣的外部情况下 杰克营的士兵在战斗中表现英勇 逐渐的就成为能争善战的战士 为了他们的最终政治目的 也就是民族独立 这个营的官兵随着战斗的发展 他们需要扩充他的部队 要形成更大规模的杰克斯洛伐克武装 光抗侨民是不够的 于是他们开始招募 俄国战俘营里的杰克斯洛伐克战俘 刚开始沙皇政府并不鼓励 杰克斯洛伐克营这么做 因此收效极慢 一直到1917年的夏季 也就是二月革命之后 俄国成立临时政府 这个时候 因为管制比较松 那么俄国政府开始允许杰克斯洛伐克营 扩充自己的部队 那么杰克斯洛伐克营就开始吸收了一些战俘 1916年秋季杰克营扩充为第一杨胡斯步兵团 设两个营 杨胡斯是杰克的宗教改革家和思想家 宗教改革的先驱 是杰克民族主义的一面旗帜 后来又建立了第二波杰布拉德日步兵团 波杰布拉德一日是历史上一位波西米亚国王 1917年3月 俄军第47军塞尔维亚师的数百名杰克斯洛伐克人 也与杰克斯洛伐克营 杰克斯洛伐克团这个时候会合 成立了第三个步兵团 就是杨杰什卡步兵团 这三个团一起组成了杰克斯洛伐克步兵 这个时候的苏俄出现了政治上的动荡 那么在俄国的杰克斯洛伐克人到底何去何从 1917年5月 杰克斯洛伐克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领导人马萨里克 这是后来杰克斯洛伐克第一任国家总统 他来到了彼得哥勒 他被确认为在俄的杰克斯洛伐克人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 随后在基辅 他主持了杰克斯洛伐克侨民的大会 展示了他预想的杰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地图 告诉这里的侨民 美国总统威尔逊支持他们的独立建国计划 这使得杰克斯洛伐克侨民有了莫大的鼓舞 6月份杰克斯洛伐克步兵旅转为西南战线 隶属于俄军第十一集团军 这个时候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首脑兼陆军部长克伦斯基 就命令发动了克伦斯基攻势 希望取得一场大胜 结果他高估了俄军当时的士气和作战能力 俄军是一败千里 导致临时政府的威望受到打击 而布尔什维克起义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 但在克伦斯基攻势以及后续的作战中 杰克斯洛伐克步兵旅表现还是非常优秀的 在斯伯罗夫战役中 他们占领了奥军的阵地 伏敌3300人 缴获20门火炮 几方只伤亡了800多人 这是在杰克斯洛伐克步兵旅成立旅籍单位以来 第一次整体作战 虽然装备和训练还有所不足 但是士气极其高涨 并且因为都是杰克斯洛伐克人 大家能够团结一致 那么在克伦斯基攻势中 看到杰克斯洛伐克人这个战斗单位非常善战 于是俄国临时政府就决定倚重这支外籍军团 同意杰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的领导人 允许他们吸收战俘更大规模的扩充 于是在这年的夏天 杰克斯洛伐克步兵旅组建了第四个 叫大普洛克普步兵团 大普洛伐克也这是杰克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胡思起义中的民族英雄 那么这个旅呢 杰克斯洛伐克步兵旅也更名为第一胡思诗 大量的杰克斯洛伐克志愿者涌入 那么于八月份又组建了第二诗 下辖了四个步兵团 两个诗一起组成了一个军 这就是后来威风赫赫 大名鼎鼎的杰克军团 当然除了两个诗以外 杰克军团还有其他的步兵侦察单位 突击营 预备团 炮兵旅 凯击炮单位 总之到了1918年初 这个军团的兵力已经增长到了400人 而这个时候 杰克军团 杰克斯洛伐克军团在战场上抵抗奥匈帝国的消息 传到了奥匈帝国境内 在他们的家乡 在杰克斯洛伐克的故土 他们就名声大震 但同时奥匈帝国的高层也开始怀疑 自己军队中杰克斯洛伐克人的重诚度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布尔什维克党夺权成功 红色苏维埃建立 红色苏维埃建立的刚开始 就要跟各方势力谈判 尤其是他们要和德国达成合约 跟德国达成合约 就是跟同盟国达成合约 其中就包括奥匈帝国 而奥匈帝国恰恰是杰克军团 全力抗击对抗的对手 因此杰克军团这时候的处境 就比较尴尬了 为了保证和谈的顺利进行 苏俄红色苏维埃 不想让能争善战的杰克军团 继续在东线作战 这和杰克斯洛伐克的民族独立运动 是不符合的 于是马萨里克又来到了俄国 为了继续与德奥作战 他计划让杰克军团转移到西线 为英法效力 但是俄罗斯的大部分港口被封锁 他原来是想从阿尔汉格尔斯克 乘船去法国 可是苏俄政府在德国的强烈压力下 不准他们走这条路 因为德国和奥匈匈 不想让杰克斯洛伐克 这个铁定的心 跟他们作战的 优秀的作战军团 军事力量 真的回到战场上 跟他们去血拼 因此德国给了苏俄政府很大的压力 不允许杰克斯洛伐克军团 轻易的回到欧洲战场 在这种情况下 杰克斯洛伐克人只能向东 进入西伯利亚 希望一直到海参满 然后乘船去欧洲 这个路途是极其遥远 大概有近一万公里的征程 相当于从当时苏俄的西线战场 一直要走到最东边远东的海参满 那么1918年2月 布尔什维克党同意允许杰克军团借到 因为刚建立的红色苏埃 这时候能力有限 力量还不强 不想树立起杰克军团 这种强有力的对手 于是就同意了杰克军团借到 这样杰克军团就踏上了 去海参满再回归故土的 这近一万里的征程 但是杰克军团还没有开始行动 这个时候 红色苏埃政权就已经和德国 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 俄国丧失了大片领土 包括乌克兰 那么合约一战签订之后 德军在3月8日 就开始向乌克兰进军 而在进军的目标点上 杰克军团的部分单位 还没有来得及向东走 还驻扎在这里 那么杰克军团 他不能被同盟国俘虏 因为一旦被同盟国俘虏以后 就会被奥匈帝国当作叛国者处死 所以杰克军团拼死抵抗 因为他们的英勇善战 最终和德军谈判达成了停火 这些杰克军团单位 得到了德军的允许 乘坐火车 向东开始撤退 而这场战役 当时杰克军团英勇奋战 将德军最终 逼迫德军 达成停火前翼 开始谈判 这场战役叫做马赫巴奇战役 他后来成为了杰克斯洛伐克人 抵抗运动的一个重要象征 那么在同一时间 杰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的领导人 继续和红色苏埃政府谈判 敲定军团撤退的细节 3月25日 双方签订了奔萨协定 规定杰克军团交出大部分武器 以换取安全通行去海参满的权利 但是双方互不信任 气氛越来越紧张 马赛里克命令杰克军团 在俄国内战中保持中立 但是布尔什维克 还是相信杰克军团 会加入反革命力量 与此同时 苏俄领导下的杰克斯洛伐克 义的共产党员 也试图颠覆和控制杰克军团 这让军团官兵 非常厌恶和反感 因为早期的红色苏埃 在处理这些外籍军团的 关系的时候 往往是将国际共产主义 凌驾于民族独立主义之上 这让杰克军团 这个本来建立基石 就为了追求民族解放 民族独立运动 这么一个 支持这个军团的基石 那么他就很反感 当时布尔什维克 对这个军团 想要掌控的这种企图 再加上红色苏埃和德国 达成了核弹协议 也就是说和奥匈帝国 这个杰克斯和伐克人 最痛恨的统治者 达成了协议 那么杰克军团是不可能 去相信布尔什维克 投向布尔什维克 那么就在这种相互不信任的 勉强维持建立的和平基础上 1918年5月 杰克军团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 向东边撤退 撤退的进展极其缓慢 因为铁路状态极其糟糕 而且在这个铁路系统里边 因为布雷斯特要塞 布雷斯特的合约 苏俄还要把德国 奥地利匈牙利的战俘 从西伯利亚送回他们的国家 就是往西边送 杰克军团是往东走 那么这些战俘 像奥匈战俘是往西走 这两个具有世仇的两批人 就在铁路上碰到 那么杰克军团是全副武装 战俘可不是全副武装 但是这些战俘一旦回到 他们的国家 也就是奥匈帝国境内 他们会被重新武装起来 继续和杰克斯洛伐克人作战 因此杰克军团在铁路上 看到这些往西要回去的战俘 恨的是牙根直痒痒 杰克军团不想看到这些人 回到奥匈帝国去 那么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1918年5月14日 在车里亚宾斯克车站就爆发了 向东去的杰克军团和向西回国的 匈牙利战俘发生了冲突 据说当时一个匈牙利战俘 也有种说法 说他是奥匈帝国的捷克人 就向军团士兵投掷石头 也有说是铁块 结果就打伤了捷克军团的一个人 那么捷克军团这个时候就矛盾爆发 捷克军团就开枪了 把这个战俘打死了 那么死了人 当地的苏俄政权就逮捕了一些军团的士兵 本来双方面就不能信任 再发生了这种流血事件 当地的苏俄政权就打算将这些被捕的军团士兵 处决他们 那捷克军团 他本身就是一个以民族作为基石 联系起来的一个武装力量 这种类型的武装力量 往往战友之间的这种袍则的友谊 是非常的紧密的 因此捷克军团的官兵就冲击了火车站 营救了自己的战友 随后就占领了车里亚宾斯克城 得到这个消息以后 苏联军事人民委员托洛斯基 命令将捷克军团人员全部缴械 并将其逮捕 你干什么不行 你挑战这个地方政府权威 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尤其是在红色苏维埃政权 刚刚建立的时候 这需要建立威信 那么这种赤裸裸的挑衅 是一定要被镇压的 而且托洛斯基也受到了德国 也就是同盟国这一方的压力 正好因为这个事件 德国同盟国对苏俄政府施压 希望就此把这批捷克斯洛伐克人 能争善战的杰克军团彻底的消亡在 苏俄敬美 不要让他回到西边他们的故土去 因此在几天后的谈判中 尽管杰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 希望稀释凝人 但是军团士兵拒绝交出武器 我把武器交出去 我们就成了带宰的羔羊了 因此杰克军团正式与布尔什维克党决裂 夺回了自己先前交出的武器 在随后几天 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与红军发生了武装冲突 所谓的杰克军团反叛就这样开始了 5月份和6月份 西伯利亚铁路全线不少地方都爆发了这样的冲突 杰克军团是一边向东前进 一边占领他们途中的城市 他们乘坐的装甲列车 在这样的战斗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白卫军推翻了比特巴普洛夫斯克和俄尔斯克的苏尔政权 一个月内白卫军就在杰克军团的协助下控制了从贝加尔湖到乌拉尔山区之间 西伯利亚铁路的大部分地点 从这点上来看 杰克所有法国军团的战斗力是相当的强 5月底 由米哈伊尔 迪杰里赫斯 率领的杰克军团先头部队到达了海参满 推翻了当地的苏俄政权 6月6日军团宣布海参满 为协约国的保护领地 随后军团的一些单位 从海参满引铁路返回西方 援助正在从东边撤退的战友 在针对刚刚建立的红军的战斗早期 训练有素并且屡立战功的杰克军团 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胜利的 这也是为什么在描述早期红军 在一个内战期间 最强大的对手和最难对付的对手 往往都会提到杰克军团 因为杰克军团的确是非常的能打仗 到了7月中旬 杰克军团已经控制了 从萨玛拉到伊尔库斯克的铁路 到了9月 白军和杰克军团已经肃清了 整个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红军 占领了西伯利亚大部分的大城市 包括叶卡杰林堡 正是因为 杰克军团带来的这种强大攻势 让红色苏埃政权感到形势危急 在这种情况下 末代沙皇一家就被很快的处决了 因为红色苏埃政权还怕 沙皇一家被杰克军团 以及和他相配合的白卫军 最后解救 一旦解救以后 沙皇就会再次被拥立 成为反对红色苏埃的一个重要旗帜 因此在这种顾虑下 红色苏埃就将沙皇一家 残忍的杀害了 那么这个时候 从国际上的大环境来说 德国与布尔什维克签订合约以后 就腾出手来将大部分东线兵力 调往西线 这给西方的协约国军队 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出于这种考虑 英法等协约国开始支持 捷克军团和白卫军的作战 希望能够重建反德的东线战场 而美国总统威尔逊 也希望能够把捷克军团 从西伯利亚撤退出来 投入到欧洲的反同盟国的前线去 1918年7月初 在威尔逊的呼吁下 美国和日本军队开始干预苏联的内战 本来出使目的呢 他们是想去援救 当时被困在外卑调尔山脉的 捷克军团部分单位 可是当他们在海山脉登顾的时候 发现捷克军团已经控制了局势 他们受到了捷克军团的欢迎 捷克军团之所以能够在苏联内战 当时苏俄内战中 面对红军的越战越强的战力 能够始终不倒 它的补给和供应来自于协约国 当时捷克军团在后期啊 他们所有的因为西伯利亚冷的 都要有外边都要大一 他们的大一全部是跟日军是统一制式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网上照片 在后期的时候 捷克军团的军官们和日军的军官站在一起 除了帽子可能有点不同 身上的军服大衣实际上是一样 所以说捷克军团当时的后勤供给 得到了日本很大的供应 到了1918年秋季有700日军 829名英军 1400名异军 5000名美军和107名法军 在西伯利亚和捷克军团一起并肩作战 那个时候 西伯利亚是非常混乱 很多当地的俄罗斯人和哥萨克也都战身为王 反抗红色苏维埃 那么捷克军团作为一个远离故土的外地军团 在茫茫白雪的西伯利亚和协约国军队一起 和红色苏维埃的红军作战 在作战期间 捷克军团表现出来了英勇善战 强大的令人钦佩的战斗力 这使得很多的协约国的政治家 对捷克军团的表现肃然起劲 注入他们认真的考虑 是否应该在协约国的支持下 建立一个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国家 捷克斯洛伐国家 给协约国拉一个强大的盟友 也给同盟国尤其是约束德国 提供一个强大的助手 那么在苏联苏国内战中 捷克军团的表现越来越好 屡战屡胜 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 也得到了越来越多 协约国政府的承认 渐渐的就获得了捷克斯洛伐克 临时政府的地位 因此说捷克军团在苏俄内战中的表现 是促成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独立 国家独立的一个重要的贡献部分 那么捷克军团与苏俄撕破脸皮之后 为了有效的抵抗红军的进攻和进脚 就和形形色色的反苏力量合作 其中最重要的是 萨玛拉的制线会议成员委员会 和俄姆斯克的西伯利亚临时政府 在捷克军团的帮助下 白卫军曾经占领了卡山 并且在1918年8月5日 夺取了沙皇俄国遗留下来的储备的黄金 也是在捷克军团的帮助下和支持下 西伯利亚的多支反苏势力 在1918年9月开会 组建了一个全俄历史政府 至少在表面上团结起来 一致对抗红色苏维埃 当时捷克军团的第一师市长切切克 就说了很清楚 他说我们的队伍是协约国联军的前卫 我们的唯一目标是与俄国人 和我们的盟友合作 在俄国重建反德战型 从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红色苏维埃在建立之初 与德国达成合约 也就是列宁提出来的 被大多数反对 最终得以通过的 这个主张 实际上给早期 红色苏维埃 外部压力 是如此巨大 这个是重要的原因 像这里边 捷克军团反对红色苏维埃 就是在反对红色苏维埃 和德国达成协议 那么社会革命党 我们之前几集里边讲到的 左派社会革命党 和布尔什维克决裂 也是因为和德国达成合约 因此如果我们反思的话 列宁主张和德国达成布列斯大合约 布列斯大合约 遭到了布哈林 托洛斯基等人的反对 那么到底他这个决定最终是对还是不对 我们已经无从去评说 因为历史不会再走另外一个走向 但是有一点肯定的是 如果红色苏维埃没有和德国建立合约的话 那么他是面对着同盟国军队进攻的压力 但是同时 布尔什维克可能会建立一个更加多样性的联合政府 这到底是个好事还是坏事 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但是这的的确确会是另外一个 非常有意思去思考的历史可能性 那么到了1918年秋季 随着托洛斯基改组红军的努力生效 红军的战斗力越来越强 9月10日占领了卡山 一个月后又收复了萨马拉 10月28日 杰克斯洛伐克成功的建国 这个时候 杰克军团的士兵思想心切 希望能够安全的回家 整个军团的兵力在最高峰的时候有6万过 但是因为后来无法再吸收战俘补充兵力 而协约国也没有大规模出兵来帮助他 这样的话杰克军团如果在苏俄继续作战 他的前途就堪忧 那一方面呢 他们有机会回到自己家乡 一方面呢 在苏俄留下来 命运会越来越恶化 因此 杰克军团的士兵就越发的思想想回家 他们的斗志就开始迅速衰落 这就影响到他们在作战上的主动积极性 再一个呢 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当地的民众 对这个外籍军团持非常冷漠的态度 工人群众是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 而包括白卫军在和杰克军团打交道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不友好 再加上杰克军团毕竟是外籍性质 在和红军作战的时候 对当地的一些支援红色苏维埃支援红军的民众 采取了比较血腥的镇压手段 因此民分上来说也比较大 那么到了1918年10月18日 俄姆斯克发生政变 全俄临时政府被推翻 高尔查克建立了白色西伯利亚的独裁统治 那么杰克军团虽然有一些士兵和官兵投奋了他 但是军团本身与高尔查克是保持一定距离的 对于白卫军的这种混乱的 你起我落这种混乱的领导局面 杰克军团认为 他们不应该继续在苏俄内战中充当主要角色 应该想办法离开俄国回家乡了 1918年冬 杰克军团守卫着西伯利亚铁路 抵抗着红军游击队的袭击 在波兰人 罗马尼亚人和南斯拉夫战俘组成的部队的配合下 杰克军团保护了高尔查克政府唯一的一条补给线 就是西伯利亚铁路 这在高尔查克那部电影里边 就有具体的表现 当时高尔查克要求杰克军团的领导人 保证西伯利亚铁路 在反红色思维势力的手中 1919年2月27日 杨希洛维 也就是杰克军团的总司令 宣布新西伯利亚城和伊尔克斯科之间的西伯利亚铁路 为杰克斯洛伐和战区 不准白卫军使用铁路 1919年下秋 高尔查克军队在红军的打击下节节败退 11月14日 红军占领了高尔查克政权的首都 厄姆斯克 白军和难民沿着西伯利亚铁路向东撤退 一系列的农民起义和骚乱 使得白卫军的后方更加混乱 杰克军团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 当时也是费了很多的力气 心里有些焦脆 再加上士兵 再加上官兵都只想回家 不愿意再蒙受更多的伤亡 自己的家乡都已经有一个晴老天了 都已经独立了 我现在还在这儿 在一个异国他乡 打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仗 换谁在这个位这个时候 都想的是赶紧撤了 坐船回到自己的故土 在这种情况下 结构军团宣布中立 没有去镇压各种骚乱 我不要冒这个风险 与此同时 高尔查克的火车 这上面还有从卡山夺来的地额的储备黄金 在夏乌金斯克附近的铁路被困 他的卫兵抛弃了他 协约国代表命令 捷克军团护送高尔查克到海参丸 但是在沿途 捷克军团不断的遭到红军的攻击 于是捷克军团的指挥官 亚南和希洛维 在征询了同袍们的意见之后 做了一个有争计的决定 就是把高尔查克交给了中间派 也就是伊尔库斯克的一个 社会主义温和派 堵建了政府 这导致了最后高尔查克 被红色苏维埃处决 1月20年2月7日 捷克军团和红军达成协议 红军允许捷克军团安全去海参丸 军团则承认不尝试营救高尔查克 并将储备黄金留在伊尔库斯克 这天的早些时候 高尔查克被弃卡相决了 因为这件事情 以及军团的高级军官盖达 他在1919年11月17日在好山海参丸 企图组织反对高尔查克的起义 因此白卫军对捷克军团彻底的不信任 认为捷克军团背叛了和白卫军的结盟 那么捷克军团和红军签订协议之后 几十节运载着捷克军团士兵的火车 在伊尔库斯克以西就向东而去 1月20年3月1日 最后一列捷克军团的火车通过了伊尔库斯克 但是他们行军还是不是很顺利 因为日本干涉军和白卫军将领谢明诺夫 为了尽量的组织红军向西伯利亚东部的进攻 就故意的拖住了捷克军团 因为他们急需这支能征善战的军事力量 帮助他们抵抗红军的进攻 但尽管如此 捷克军团最终还是到达了海参丸 1920年1月15日 第一艘运载捷克军团的船从海参丸起航 9月2日 最后一批捷克军团的士兵离开了海参丸 于11月20日抵达了布拉格 整个捷克军团撤离俄国的时候 共有67739人 包括军人家属和儿童 据估计捷克军团人员在苏俄内战期间 一共有4112人死亡 还有一些人逃亡或投奔红军 从这点上来看 捷克军团作为一个没有兵员补充的外籍军团 在苏俄内战中 他的表现的确是很出色 保持了一个成建制的军团 安全的撤出了 苏俄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尽管由于某些原因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具体的档案揭秘 来描述捷克军团在苏俄内战中具体的表现 但是从他最后回家乡的人数 以及在开战之初 捷克军团的人数来看 捷克军团 他在苏俄内战中 并没有受到任何摧毁性的打击 从这点上来说 捷克军团的战力 从另外一个角度就得到了体现 军团回国之后 很多人都成了新的 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骨干 捷克军团的成员还用他们在长期服役期间 挣得的钱组建了一个银行 称为军团银行 军团银行的背后曾经有一个谜团 就是军团银行是不是拿到了沙皇俄国的一大批黄金 因为捷克军团曾经和高尔查克有着密切的接触和联系 而高尔查克最后逃的时候 就拿到了沙皇俄国的大批黄金 随身携带在火车里 那么这笔黄金到现在为止下落都是不明 到底捷克军团是不是拿走了其中一部分 这都是一个谜了 在今天的布拉格 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捷克的军团银行 他的大楼就在布拉格 捷克军团在苏俄内战中 他的立场是出于他的民族立场和国家立场 并不是一个信仰立场 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独立来说 捷克索罗伐克是不可能和奥匈帝国 也就是同盟国有任何的妥协的可能性 当红色苏维和德国奥匈帝国达成合约之后 那么红色苏维必然就会成为捷克军团的对手 双方面必然站在相互对立的立场 而捷克军团在苏俄的表现 恰恰帮助了协约国 并且他们的表现是如此的优秀 他们用他们的鲜血和奋斗赢得了协约国 西方各列强的尊重 这就帮助了捷克斯洛伐克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誉 帮助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和建国 而这些能征善战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士兵 在回到他们的国家刚刚建立的国家之后 也为出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提供了军队的骨干和国家动力 其中捷克军团的总司令杨希洛维后来担任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国防部长 董理和代理总统 切捷克后来担任过总统的军事顾问 国防部航空军局长以及师级的指挥官 盖达担任过师级指挥官和国会议员 捷克军团可以算得上在苏俄早期内战战场上一个独特的风景线 很多人知道它但是并不知道它具体的过程 那么今天这一集我就给大家基本上讲了一下 捷克军团它的发起发展以及最后的结束 这样有助于大家了解苏俄内战中到底各方势力是怎么样的一个组成 那最后呢我们说一下在这个捷克军团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 这个人他在捷克军团中当过文员记者士兵和招募官 一直到1918年2月3月 当捷克军团踏上去海参晚的长征路的时候 这个人并没有走这条路 他受到捷克与俄国共产党的感召于当年10月加入了红军 主要是负责招募官和宣传工作 他到1920年12月返回布拉格 但是因为他和红色苏维亚政权站在一起 他受到他许多的同胞 尤其是捷克军团的老战友们视为叛徒 遭到冷遇 没多久就凄凉的病逝 这个人就是捷克文学的大师 著名的世界名著好兵帅客的作者 亚洛斯罗拉夫哈歇克 好兵帅客可以算是一部诙谐的 幽默的手法来讽刺伊斯大战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斗 他要很强烈的受列宁的红色无产阶级理论影响的痕迹 这和哈歇克在苏俄的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那么今天这集呢给大家讲了 在红色苏维亚对立面上 白卫军这边屡立战功 英勇善善的外籍军团 捷克军团 这样希望对大家了解这段历史有一定的帮助 那么下一集呢 我们会继续的讲白卫军其他的那些重要的讲究